清爽的藍白色調及圓柱狀的樓層外觀 新竹市南寮旅遊服務中心 設立至今的第一次大改造 歷經一年工程 即將在11月28號重新開幕 這次改造的亮點 除了二層樓高的大型溜滑梯 以及頂樓的觀景平台之外 也改善了更衣室以及親子廁所等空間 我們在旅服中心 一年多前動工去做一些 包括更衣室 包括淋浴間 包括廁所還有洗腳洗手 還有相關的旅遊諮詢的服務軟體 室內也多增加了溜滑梯 其中有一座高達兩層樓 那是因為說親子沙灘完成後 我們要做一些配套的服務 也就是我剛剛報告的 去到一個吸水的地方 總需要比較好的一個更衣環境 或者是廁所也好 或者是洗手洗腳的環境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這樣3000萬的改造工程 所以這個改造工程 大家都很期待 我們就即將在11月28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六的下午來啟用 歡迎大家小朋友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來 來我們這個體驗我們這個溜滑梯 兩層樓高13米 13米長 另外也有幾座比較短的 迷你的溜滑梯 我們會舉辦一個海怪來溜這樣的活動 現場有傳光遊戲 也有可愛的兒童劇 我們邀請大家一同來參與 南寮旅服中心開放時間為 每日上午9點到下午5點半 4月到9月期間則會延後半小時 新竹市產發處長張立可也提醒 親子沙灘細水池會在夏季期間開放 溜滑梯則會全年午休 親子沙灘在這個禮拜啟用後 暫時不會放水 因為現在是抗害期間 抗在夏季也就是 每年的5月端午節前後 到10月中秋節前後 這5個月的夏季期間 我們會放水 讓小孩子可以汽水 另外就是說在室內的部分溜滑梯 它是全年開放的 28號的海怪來溜開幕式 除了精彩的活動表演之外 現場還舉辦了闖關幾點遊戲 此外當天也將送出 各限量500份的海怪擦手巾 以及文青漁網提帶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在週末假日 一起來共襄盛舉 凱破新竹簡舒淇採訪報導